搬到过年的时候 初一 因为初一喜欢拜年嘛 初一的时候 我喜欢把他们弄到我们家来 然后再招揽一些个我的长辈 现在终于知道刘晓婷和尚小菊 为何会成为鬼剑仇了 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好师傅 孙岳本想来好好聚个会 没想到刚进门 就被岳云鹏狠狠上了一颗 还好孙岳只是长得胖 见状不妙立马趴下 本因为逃过一劫的孙岳 没想到这只是开胃菜 看尚小菊如此丝滑的拜年动作 就知道肯定是岳云鹏偷偷通知他了 而尚小菊也不负师傅所望 自己要钱的同时也不忘记诗歌刘晓婷 不怪今年孙岳没露面 这架势谁见了谁都得瞎跑 而同样被吓到不敢到岳云鹏家拜年的 还有张赫伦 要知道去年关于他有没有给上小菊 刘晓婷红包一事 可是被网友整整讨论了一整年 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岳门师徒吗 不 山不来救我 我便去救山 大年初三之后 尚小菊和刘晓婷两人就开始藏在师傅家里守住带兔 曹厚阳之所以笑得如此欢 那是因为几分钟前他刚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唯一不同的是给他磕头拜年的人是刘晓婷 而这次则换成了上小菊 有了这次经历就是不知道今年过年是否还有人敢来岳云鹏家拜年 毕竟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岳云鹏不坑搭档开始坑徒弟了 我一天抽十颗烟 余老师一天抽五十颗烟 十年以后我抽的比余老师多 为什么 能抽吗 可以啊 是不是余老师抽烟太多了 好了好了 没法抽烟 岳云鹏出题给徒弟挖坑 刘晓婷犹豫再三都不敢说出那两个字 可是求生欲在利益面前不止一提 因为师傅答应了他们只要答对就帮忙清空购物车 然而搞笑的是刘晓婷最后还是自己卖了单 一看二哥就是居家好男人 购物车里全是生活用品 真不知岳云鹏这么做到底是坑徒弟还是坑大爷 当然要说最搞笑的还得是岳云鹏和雷家音师徒俩之间的互斗 有一次岳云鹏女儿过生日 雷家音得知后就送给对方一副三万六千块的拼图 然而看到这份礼物时 岳露依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这些拼图加起来比他都重 这哪是送礼 分明是戏弄人嘛 而小路易又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 下定决心要把拼图拼起来 身为女儿奴的岳云鹏彻底看不下去了 当即回送了雷家音一份十五米长的清明上河图 虽然说雷家音对这个礼物恍若未闻 但是他的母亲非常喜欢这个礼物 扬言有生之年给他修完 这下雷家音彻底坐不住了 赶紧劝母亲放弃这个念头 他实在怕图还没修完 母亲的眼睛就瞎了 流行话一句话 差点让月云鹏怀疑人生 这恐怕是月云鹏最无语的时候了 明明已经和流行话录了几期节目 结果对方还是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张军宁看到这一幕 会不会高兴的大喊几声的 一次看图十人游戏中 其他嘉宾都顺利的完成任务 只有月云鹏看到张军宁的照片时 直言对方不红 虽然说这次危机在月嫂的帮助下成功度过 但作为当事人的张军宁 并没有想着放过月云鹏 没多久就穿着一身红斗篷 出现在月云鹏的面前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月云鹏这次仍然没有一口说出对方的名字 果然世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估计月云鹏也没想到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吧 更有意思的是 月云鹏和刘宁华接下来的对话 也是笑量满满 果然有月云鹏在的地方 画风都会变得不一样 就是不知道下次流行话 再遇到月云鹏的时候 还会不会认出他来 有了这两次经历之后 月云鹏以后肯定会在镜头面前谨言慎行吧 高一样的情况下提到 确定会在镜头面前谷idad